大家好 我是于荣宽 最近因为俄乌战争 印度在美俄之间 表态支持俄罗斯 而且还放话说 要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的原油 好像不把美国主导的 印太同盟放在眼里 气得美国 扬言要制裁印度 朋友问我这些情况 能不能从八字里面看出来 我说我可以试着编排一下 看看能不能蒙对 莫迪 生于1950年9月17日 八字的前三驻六字 七煞得令 石冲坐下的路神 不用怀疑 这个七煞必须得制 乙木日元的十二个时辰当中 至杀最直接的 就是 新事实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新事实 最可能是它的真太阳时 金木交战 容易伤筋动骨 但是原局有一根核 四有核 和新事之核 三核加三冲 伤筋动骨的风险 大幅度降低了 而且乙木 身段有柔软 不像甲木那样港纸 又进一步 减轻冲撞的风险 再加上大运 不见心有 所以现实之中 莫迪的肢体 没有明显受伤 而且还喜欢 锻炼肢体柔素 瑜伽 就是其中 最有名的一种 金被为智 要么会弹唱 要么口才特别好 金又代表金融经济 所以在同样的内外条件下 它会比其他的印度领导人 更加重视招商引资 和金融改革 七星很早就出现了 在银中的物土 政裁 就是七星 四火 是丙火三观的路神 同时也是 雾土政裁的路神 银寺里面 各自都有 三观生财 但是银寺相川 就会干扰这种关系 让三观 不愿意生财 对于男人来说 就是思想上 不愿意 追求钱财 和女人 更巧的是 银 也是结财 银寺川 说明他对男人 也没有那种想法 所以尽管他 十多岁就结婚了 但是他很快 就独自外出闯荡 加入了印度的 禁欲派 并声称 从未跟 妻子同房 银寺 结财 也可以代表各种各样的 社会组织和人脉 关系 当然也包括了 宗教组织 银寺 生川 一方面说明他的思想 不是在 取义讨好 这个组织 但是这个组织 到头来 依然 要深入 和支持他的想法 所以 他是会发展成为 被别人追捧 和追随的 头领人物 参观 和的是 七煞 说明他的人生追求 是权威 但是他又是个禁欲派 所以实际上 他所追求的 不是 世俗帝王的 物质权威 而是宗教式的 精神领袖的 权威 元菊的金 可以代表欧美 正因为 是有 拱金的一面 又有 至金的一面 所以莫迪任内 加入了 美国的印太同盟 却在欧美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反过来 支持俄罗斯 在现实中的理由也很简单 中国 可以在经济上给俄罗斯 提供大量的职汇 因此可以放心的 投弃权票 但是印度没有这种条件 所以印度 只有投票支持俄罗斯 才能够 维系 两者之间的 老交情 这样 截在 两大阵营之中 运营的荡 当然可以左右逢源 但是如果运营的不好 反而会 变成左右为难 两面不讨好 由于 援局 至今 更多于 龚金 所以他在 现实之中 支持俄罗斯的动作 始终都要大于 支持美国 而且 可以肯定的是 当他从 制萨变成 龚萨的时候 就是 既神变旺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倒霉 所以可以判定 欧美西方阵营 给印度带来的烦恼 要远大于 安全感 援局的 兵火商官 没有透上去 所以人运 只化萨 伤不了 用神兵火 但是今年 已经进入 沉运了 生 新会火 又穿毛 这部大运 非常不友好 明年 回毛 被有充 被沉穿 恐怕会非常烦恼 甚至影响到 身体健康 因此流年的运气 也不友好 所以美国在这一两年之内 要对印度发起制裁 这几率 真不小